这个小女孩名叫妮妮 来自浙江宁波 这时只有三岁 从五个月大的时候 爸爸妈妈做生意 亏了很多钱 家庭破裂 家里老人也有困难 生活所迫 爸爸就带着她到服装厂打工 她是服装厂里唯一的男工人 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爸爸说孩子需要陪伴 但是生活也需要金钱 有一次小女孩困了想睡觉 想让爸爸抱抱自己 可是爸爸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没有办法抱她 小女孩就委屈地大哭起来 爸爸只好抱着小妮妮干活 妮妮还经常帮爸爸干活 小小年纪让人心疼 网友说 财富到哪里去了 几乎每个中国人心里 都有一个天问世的问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几十年 按说是创造了不少财富 可为什么现在企业是一身债 政府是一身债 老百姓也是一身债 那些财富跑到哪里去了 这个非常壮观的大门 这整个这个院 这院里边盖得很宫殿一样 这栋还有这栋 这两栋别墅 6.98亩 将近七亩地的一个赶基地的院落 真的是修得跟皇宫一样 也就是这栋楼都是村主任家 家具厂 这个是我们村的主路 这个太震撼了 我头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 十六层半 这也是村主任 2024年2月29日 来自北京的郝亦飞律师披露 福建一个村之书 也是村主任黄俊兄 拥有六十亩土地 其中家宅占地近七亩 豪华别墅如宫殿一般 还坐拥一栋十六层高的商业楼 以及一个颇具规模的家具厂 一个小小的村主任 村之书的财富就令人震惊 村之书黄俊兄 已于2024年2月2日 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被捕 听说最近北京 有一个医院的院长被抓了 工作人员在他的家里 搜了整整的一天时间 结果搜出来了六七个亿 光现金就有两三个亿 甚至还搜出了 两千多万的美金和大量的日元 你说搜出人民币 大家都能理解 怎么一个医院的院长 还有外国人走后门来求医吗 除了纸币的货币 还有在保险柜里搜出大量的金条 屋内各种名画名酒名贵物品 不计其数 加起来一共有六七个亿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只是冰山一角 听说院长在北京的 还有好几个四合院 钱都收到美元了 房产当然也不例外 在美国的麦哈顿 还有好几栋豪华别墅 在瑞士呢 也有几栋豪华大别墅 这些仅仅只是目前曝光出来的 还有没被发现的 或者说已经转移的 根本不知道还有多少 一个小小院长 竟然有如此的超能力 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我一个月工资 不许被住一晚的病房 长什么样子呢 首先呢 进来呢 它这边是一个大约会客厅 大概的话 就得至少有个七八十平方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维尔平病房 看病无星级度假村啊 电视沙发 途统安排 想不到病房待遇 也能那么好啊 但是那病房里 竟然配备智能马桶 这边是厨房 风火呀冰箱这些都是有的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 往里面走 病房了 好期待 但到病房之前啊 它比较好 还隔了一下 这边也是一个办公区域 哇惊呆了 病人它有一些 衣服什么的话 都是可以放在这边的 再到最里面啊 才是精进的病房 好期待啊 面积这么大 窗户都是面向阳光的 整个光线的话蛮好的 细节真到位啊 而且病房里面的话 应该为了光面 也是特别安置了 很相应的一个卫生间的 所以这个房子里面 都是有两个卫生间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还有大惊喜 它开门之后 直接是一个花园 这是四川滋阳安月县 某高中宿舍 家长们是啥心情 这是农村小学生的 营养午餐 白饭 这是河南洛阳 90后小伙减废品卖钱 要面子没有用啊 我不在乎面子 当时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干净吧 因为我自己 也是有房贷车贷在身 然后现在年轻人 生活压力是比较大 就想多赚一点 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我只在乎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杭州萧山一隧道 凌晨一点半时的场景 在浙江杭州高温天气 疲惫的快递小哥送完外卖 直接躺地上睡觉 网友说看蛮让人很心酸 这就是为生火而奔波的 底层劳动者 如果身上没有千金蛋 谁愿风餐露宿为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名男子背着孩子在工厂干货 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个小时 哎呦 十个小时才挣百十块钱 嗯 百的咋多块钱 三十块钱呢 又热又累 又热又累 它最累的话是最熟的钱 这些都不服务 不理都不得念 所以我觉得不公平就没办法 大爷 我看你这衣服都烂了 那啥 那你穿这样的衣服不怕人笑话吗 不怕笑话呢 吃一个饭吧 大爷 你平时买最贵的衣服多少钱一件 没本啊 买一十块钱 大爷 你幸福吗 一会我啥都忘了 我一会给你这啥幸福 我一言都一百多块钱 贵什么的 考虑都不贵 我们是冷层的 铁销工资又少 这不干的学话怎么贵 铁销工资有多少 一个月不就一百多块钱吗 我是干费的 我农村又没有 又不是干部 又不是什么的工人的 这样说是一个月三千块钱 对着这个过去生活费了 那你退休生活一般都全都在这儿了 也没周六周日 没有 没有星期天 就是对过去有什么遗憾吗 就现在这个七十多岁的年纪 那七十多岁就养老年少一点 房子也没什么遗憾 我们养老年给这两就不能提 网友在下面评论说 一百块钱一个月的退休费 全球最高 我父母领不到养老金 我交着养老金养别人的父母 然后自己还得想办法养老 我买块七十了 他退休金就一百八十四块一个月 刚刷到一个昆山七十多岁交通局老头 一万多退休金 叔叔年轻的时候也交了不少粮食 老了就发一百一个月 农村的老人都是干到死 欠农民太多了 这个其实叫养老金 我爷爷八十八岁 一个月二百二十五 一年才两千七百 有网友发图片说 盘点世界各国农民退休金 美国每月一八四十二美元 英国每月一八二十美元 德国每月一千七百九十六美元 日本每月一千七百八十美元 韩国每月一千七百六十美元 新加坡每月一千七百五十美元 法国每月一千七百一十美元 瑞士每月一六百九十八美元 中国每月二十五美元 四亿中国人全都哭了 根据统计呢 全国有85%的家庭收入 年收入不过五万块钱 其中两千块钱收入一下的 就有九点三六亿 就这么多人艰难的支撑着 仅仅是为了活着 根本谈不上生活 很多人呢为了面子 也不敢承认自己的收入低 大家一起看看这个数据 说到底真不真实 这个视频的标题是 现在这个生活真的难过呀 看病都看不起呀 结婚结不起呀 生孩子生不起呀 这个视频的下方 湖北网友于敏说 农村人基本上没有收入 度日如年 江西网友天下无敌评论说 我一天工地做小工九小时 一天一百三十元 一月可以做二十天 种十亩水稻 一年三万元 三个儿子上小学初中 生活费干一年 借钱过年 贵州网友一路向北说 太难了 现在快吃不上饭了 山东网友过江农说 如果有个大病 那更是倾家荡产 黑龙江网友房工粮说 说得比较真实 东北农民 比其他省的地势较多的了 种粮包一亩667平方米 风调雨顺 各个环节管理好 一计去掉成本 包地费 净收入也就三百元左右 甚至有赔钱的 算算拔得多少地 才能置一个家庭正常花费 实现在农村现实 河南网友心空说 说得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支持 河南网友普天盖地说 这才是大实话 网民发了一张图片 猪狗不如的心结 养一头猪的饲料费 每月需要三百五十元 养一条狗的狗粮费 每月需要二百五十元 而年满六十岁以上的农民 每月养老金 却普遍在一百八十元以下 2024年6月12日 陆媒第一财经发文 经济学者建议 大幅调高农民养老金说 农民养老金待遇的起点很低 十年前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时 基础养老金标准起步 仅为每人每月五十五元 后经几次上调 到2023年为一百零三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 最低标准提高二十元 由此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元 以这部分中央财政 全额补助为基础 省集市县区政府在提供补贴 形成社会统筹部分的居民养老金 笔者根据媒体报道 和各省份官方信息粗略统计 到2023年末 绝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居民养老金 最低标准 不足二百元每月 有六个省份不到一百二十元每月 超过三百元每月的 仅有上海、北京、天津等 少数几个省市 农民实际每月拿到的养老金 会高于当地最低标准 但平均而言水平仍不高 中国劳动统计年间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 和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 分别为6,099.8元和3,148.6元 而同期 包含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在内的 城乡居民养老金 全国人均仅每月205元 前者约是后者的30倍 今年各地养老金都上涨了20块钱 咱就说上涨20块钱 如果是在30年前 说实在的 咱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 你就一个玻璃瓶子 你就能换个冰棍吃 生病了 去医院 也就百八十的就够用了 但是现在是啥时候 这是2024年 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我昨天去药店买个胃药 就花了38块钱 里面就6片药 原本一个月100来块钱 再加上这20块钱 对于现在这个时代 它的确是杯水车薪 都说大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可是咱老百姓的口袋 是越来越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